接見北美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賴清德特定用臺語致謝 願在北美的臺商回臺參與520就職典禮 同時也鼓勵臺商回臺投資 喊出要打造臺灣成為經濟日不落國 我們會積極跟世界民主國家 簽訂雙邊投資保障協定 政府一定會做產業的後盾 讓全球臺商可以放心 安心回臺投資 拼經濟要跟世界民主陣線站一起 守護國家也不例外 賴清德上任後 中共發動環臺軍演 引發歐美譴責 反對任何武力脅迫 改變臺海現狀 我國國軍也時刻緊盯 海軍馬共軍艦官兵 海上監控共艦西安軍艦動態 戰速徵收大隊 更出動無人機 從空中執行監控任務 也釋出了我國國軍 監控轟六型機 以及共軍殲十六型機的畫面 空軍P3C反潛機 一早執行警戒攻擊任務 也爭獲彰島級護衛艦 旅揚三型飛彈驅逐艦 海警船等 除了嚴密監控 國軍也部署飛彈警戒 不只熊二熊三飛彈車 進駐墾丁 海軍機動飛彈車 也快速機動 在陸戰隊介護下 進入戰術位置 空軍飛行聯隊 及飛彈部隊官兵 同樣持續整備 時刻警戒 人民政黨團也發出聲明 賴總統520就職 國際輿論高度肯定支持 中國以此為藉口 發動軍演不正當 更對兩岸發展毫無注意 面對中共軍演恫嚇 台灣人民和國際盟邦 都做國軍最強後盾 參選將有限續續 S小組台北裁縫報